第四个问题是五十教证 华言与发华 涅槃境界相同 为何将华言判作乳 而发华涅槃判作啼乎 乳跟啼乎是比喻 华言自古以来 无论是哪个宗派的祖师大德 都承认是佛的根本法论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佛学概论 他包容了圆满的佛法 大臣小臣闲教密教 乃至于仁天 无所不保 把他摆在地上了 啼乎是乃至平 提炼的 提炼到最美好的 称这位啼乎 佛经里面常说 啼乎到底是什么呢 从前讲经的法师 没见过 所以道远老和尚 他有个机会的时候 跟我访问团 一起到印度去访问 他是个讲经的法师 到印度 他就问印度人 这个佛经上讲的啼乎是什么 还有个阿姆罗狗 这佛常常比喻的 阿姆罗狗是什么 结果别人把啼乎端上来了 是什么 萨拉 现在叫萨拉 这是啼乎 乃至平里面 最好的 阿姆罗狗是什么呢 台湾人叫巴拉 所以老红尚就看到了 回到台湾就告诉我 我见过啼乎了 你们都见过 但是不知道 不知道哪是啼乎 古时候乃至平里面 这是最精致 佛常常用这个作评 是华语 它是一切法的基础 根本 也是一切法的圆满 那么放华涅槃呢 是一切法的圆满 不能当作基础的修训 道理就在此地 提护从哪里来的 提护从乳里面练出来的 立了乳就没有提护 所以说这个诗 虽然法华跟华语 都是一成语言教 义趣还是有分别 好 嗯 感谢观看